与全主义艺术 往往与1960年代和70年代联系在一起 特别是与大量裸露的表演有关 与新艺术家自信地暴露自己的身体 很多人将此与在政治上的挑衅联系在一起 而一位出生在1949年的艺术家 米里亚姆·卡恩的作品 却不再是激进意义上的女权主义 他强调说相比之下 女性艺术家使用自己的身体 已经达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 他的作品实际上就是女性身体的产物 男性和女性的身体 在卡恩的作品中占有重要地位 很多时候这些身体会相互拥抱或牵手 有时甚至会拳打脚踢或相互威胁 这些人物经常被阴影 和有些模糊扩散过度的色彩带包围 在这些漂亮色彩缤纷的画作中 似乎弥漫着一种无助的氛围 这或许也是一种欺骗性的瓶颈 背后其实是激情和暴力之间跳动的能量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